虽然看到这个举债的金额 频频在创新高了 不过财政部长李树德呢 他强调的是明年 那么当然呢 还是会在这个 这个举债的这个额度的部分 绝对不会破表 不会违法的举债 而且他也特别强调 还是会往下降的 那么所以现在看起来呢 他强调当然还是一个 比较暂时短期的一个现象 但是说到这个国防预算 国防预算的部分呢 其实之前因为马总统 有曾经提到过 那么是要以3% 也就是说 他是占这个我们的这个GNP 3%为原则 这是当时在国防白皮书里面 当中所做的一个承诺 那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国防预算有在降低 那么甚至呢 这个明年的话 他的这个国防预算 是会占2.6% 那么比今年这个2.99% 还要来得再更降低一些 我想请教一下有华你的看法 事实上马先生那个时候 在弄国防白皮书的时候 那个帅华明将军我们几个也有提供一些意见 那我先讲为什么是3% 这个是3%是出自美国政府的要求 因为他不但是要求马政府 他也要求了谢长林 他也要求了陈水扁 耳后台湾军购预算 如果要顺利的话 至少要3% 那换句话说 美国为什么会要求台湾这样子呢 就是2001年 小布希上台以后 他宣布售台将近八项武器采购 你八项武器采购 经过国会通过 那台湾买的其实不多 台湾只买了其中的三件 就是爱国者性能提升等这三件 连包含台湾是希望买的扫雷直升机 就是总马型 因为那个太大 台湾机场没有办法停 所以连这个我们都取消 所以美国那个时候他很火 他每一次来台湾 像美国的政府官员只要到了台湾 他就会要求 你们一定要弄到GDP3% 他说不然 你不要认为我们美国人一定会帮你打仗 各位想想 美国人当时是讲了这些话 所以那个时候马先生 他在弄国防报告书的时候 就定了叫做3% 好 现在讲为什么降到2.6% 降到2.6% 是马先生是认为两岸关系的缓和 但是马先生他又讲 他说F-16CD型战机 这个里面 那我知道有很多退役将领 直接到了总统府去见过马英九 况且跟马英九在那边谈 谈了就是说F-16CD型台湾究竟要不要 那我知道的是有人是不主张要 但是也有人主张要 但是我还是讲这一句话 就是一架F-16CD型战机 是6000万美金 6000万美金我们算一下 刚刚好是台湾一年儿童的营养午餐的钱 就是说你买F-16CD型可以 你就不要再重蹈覆车 所谓的重蹈覆车就是 我们F-16AB型战机买得太多了 那所谓F-150架 我们去买那么多的战机好 现在再买60架总共210架 那210架那对台湾来讲 它最大的影响是什么IDF你要不要除翼 幻象机你要不要除翼 还有F-51你要不要除翼 你要把这三种类型的飞机 你拿去除翼以后 就让台湾成为一个单一型的 使用F-16的国家 这个是马先生考量 但是他为什么降到2.6 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说除了军售这些问题以外 他要给美国交代 那更重要的是马先生他推动募兵制 因为推动募兵制的年限他还不到 所以他现在先把这样 我相信过了民国101年 他募兵制正式推行的话 台湾 台湾就我所知 台湾的国防预算非要到达3.65以上 不然的话台湾这个募兵制 他就搞不下去 所以马先生现在是在玩两面手法 一方面他是希望推动募兵制 那等他第二任的时候再实施 那另外一方面 他是向美国买保险说 唯有美国支持我们 我们才能够跟中国大陆去谈判 所以我觉得马先生的国防政策 坦白说好 坦白说现在是有点错乱 讲得难听一点 他没有一个长远规划跟阿扁一样 都没有长远规划 有点错乱 这个是我们比较优劣的 那他这个一直不断的讲说要买战机买战机 这个需求他这个是也一方面 也是讲给中国大陆听的吗 他应该是讲给中国大陆 还有讲给美国听的 因为我知道每一次美国智库的官员 我们私下见面的时候 他就说马先生将近一年半没有讲说 你要向美国采购什么武器 你现在买的武器都是阿扁时代的 这个才促成了马先生不断的讲说我要F-56CD型战机 事实上F-56CD型战机从1999年一直谈到现在 已经整整11年过去了 那美国卖与公卖 现在已经到F多少了 现在有F-22跟F-35这两种类型的战机 F-22一架2亿美金我们买不起 那F-35大概是一架是差不多1亿2千多万美金 我们还买得起 那现在的F-16如果我们再去买 买它的装备的话 一架大概要7千万美金 那你尤其马先生这个时候讲 那我想除了对于中国大陆讲 他也对美国讲 因为再过两年F-16CD型战机的生产线就要关闭 它一旦关闭的话 那台湾就很麻烦了 你重开生产线的话更贵 是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义猴我们当然也不希望说 这个钱已经够吃紧了嘛 要用在刀口上 但是千万不能说到时候买了以后 变成是一种浪费的一个情形 对不对 所以问题出在哪 问题是台湾你要多大的防卫力量 你要多少武器你才够 你才会对大陆形成吓死作用 我是觉得我是不主张经购的 我不主张经购 为什么 因为现在像美国那么强大的国家 不敢打伊拉克打阿富汗打哪里 你占领了他 你都没有办法在那边维持秩序 你一定要抚养当地的政权来处理当地的 所以他最后一定要撤军嘛 或者在里面 你每天在那边巡逻什么时候被手枪打死 我们不见得一定要有战机吗 其实有手枪的话 中共就算占领台湾的话 台湾民众每天跟他对抗他也受不了 他也要扶植一个台湾的政权来统治台湾 所以这种东西你到底要多少武器才够 我认为不够 因为大陆要急剧来发展它的武力 那我们每次要跟美国买 美国买这个飞机 好的我们买不起 坏了 买来干嘛 买来当还好看的 中共不晓得你买那这飞机力量在哪里 中共现在军事力量是准备跟美国来抗兴的 他不是要对付台湾的 他到底要不要拿台湾 他这个头我看没在修 有些东西我最近听一个笑话 我弟弟讲给我听 他说一个北方人 北方人到南方来 他吃甘蔗 人家问他没有吃甘蔗嘛 人家问他甘蔗吃了豪价没有 他说豪价啦但是排吞 他也不晓得把甘蔗甘蔗破了 要吐掉 难吞啦 要吐下去了 要吐掉人家 他说豪价但是排吞 台湾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看台湾 你以为台湾好占领 但是你要吞下去很难吞啊 你真的就跟台湾 如果没有和平解决两岸 就算你中共占领台湾 台湾人跟你没完没了 你能统治台湾吗 所以台湾要成为那种豪价 但是排吞的地方 好 实陈其实我们在国防的预算有在降低 可是其实在教育的部分 其实有提高了 那刚才我们在讲就是说 你如果买了这个军机的话 那可能呢 它是相当于 如果是照永华所说的 那是一年的这个 营养午餐的这个经费了 那你要怎么样去取舍呢 去取得一个权衡轻重 我想在这个里面 事实上教育的部分 好像应该大家多半 比较认同 是不是这样 玉琴你跟我蛮有默契的 我觉得要讲这个问题 我们买武器是买武器 买武器的 买既然的东西 请问一下 是美国的需求 美国军火商的需求 还适合台湾的需求 是 这我们不需要来探讨 我知道我们现在要这个开始要 这个有话比我清楚 我们台湾要开始 这个爱国者二型 二型吗 二型飞弹要开始 要开始要性能提升 可是很 我问过一个军系立委 他很反对买这种东西 为什么你知道吗 第一个 它的拦截率大概是 就算是八成好了啦 射十颗掉两颗 摄一百颗掉二十颗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还是二十颗掉在台湾 到那个时候台湾讲难听 这个就已经不是 什么蓝绝率的问题 第二个买这种武器 它很快 有时候就会过期 然后后勤保养费用 它就踩在那儿 疫情 你可能在年纪比较小 我们过去台湾有个 非常有名的胜利女神飞弹 我们唯一发射过就是 发射过只是 发射然后做演习用的 从来没有发射过 后来所有的飞弹都过期 所以说到底 那有时候我们买武器是 适应美国军火商说 你这个要买 这个要买 那个要买 那很多东西是不适合 台湾的需求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 需要加强国防战略 因为我觉得国防战略 大概不要在两岸的 局限在两岸的关系 我们经常会 因为台湾其实是东南亚 军力最强的国家 有时候呼吁我们军舰 一出去他们那个 那些其他国家的军舰 都跑掉了 对所以这个东西 也必须要顾虑到 因为你的国力强大 包括经济力量 包括你的国防力量 如果你的国防非常虚弱的话 而且我跟你讲 疫情我们买FCD非常合理 因为F16 CD 我在念书的时候 那时候老布希为了要选举 他就宣布卖台 那是二三十 二十几年前的置井 你看这个机器有多老了 那到现在不卖给 我觉得实在不合理 我最后强调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国家的支出 刚刚一直谈到这个国家的支出 我觉得要花在该花的地方 疫情应该比我说 我们经常会所谓 扩大公共支出 你要花在什么地方 这个非常重要 我有几个例子 上次希腊灾务危机 这个租群里面 有一个国家叫希腊 那大家要支援这个国家 你知道德国总理梅克尔 非常反对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希腊这个国家 他把那个钱拿去 给这个公务员当退休金 然后梅克尔说 梅克尔赞成 梅克尔在议会立成 但是是其他的民间反对 反正就有些反对 反正就说 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公务员 吃得比我们好啊 结果我们拿钱去 支援他们的公务员 让他们退休 让他们整个的福利 他别的国家非常感冒 所以如果把钱 放在所谓的这个经常门 你当然不好啊 如果去你投资 但是投资要投资在该队的地方 我以前讲过 如果又投资在那种蚊子 养蚊子那种机场 那就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从整体的概念 去看说到底负债多少 要看它支出在哪里 好 选战倒数 等一下我们继续来探讨选举 该怎么看